哈喽,大家好,我是八哥,现在到河口北站了 今天下午的话,准备从河口坐火车去昆明了 明天在昆明待一间,后天的话从昆明坐飞机回西安了 这次出来的话也三个月了 七月份然后从家里先出发 然后去了泰国,从泰国待了有半个多月吧 又从泰国到了丽江,又去了大理,又到了昆明 后来又来到河口,从河口去越南又待了一个多月 前两天从越南回来,在河口待了两天 有点不想在河口待了 然后准备回家,在家里待一段时间休息一下 最近的话跑得生气特别累 跑得这个心累,生气累 所以就不想在外面跑了 回家休息一段时间 然后等到十一月份天凉的时候再出来 十一月天凉以后我应该还是要出来的 我估计我在家里面的话最多可能也就待个一个月吧 因为我这个人现在就是比较浮躁 我在哪里也待不住 在家里面长期待的话也待不住 在外面的话一个地方也是很多时候待不长 再加上最近这段时间 自没起的话也没什么收益 拍视频的话现在也不赚钱了 经济压力也比较大 再一个就是最近这几个月跑得感觉神奇 特别累也不舒服 然后回去调养一下神奇 这段时间 不知道为什么跑得感觉精疲力 再加上河口这边天气也比较热 在越南天气也很热 回去凉快一个月 到时候再出来 等一下我从河口这里坐火车 去昆明 明天在昆明玩以前 后天早上的话 坐飞机回西安 这次买的飞机票的话也是特价机票 三百多块钱 也不贵 这次回家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最近这个自没起 收益是越来越低 自没起的收益越来越少 现在拍视频也赚不了钱 每天的话视频收益也就是 实际二十块钱 最多的话也就三十块钱 反正现在拍视频的话 真的赚不到钱 在外面跑来跑去 开销也比较大 经济压力也比较大 现在在外面 这个旅行自没起 我感觉都做不下去了 做旅行自没起的话 现在真的都是亏本 在外面跑的话 这个飞用很大 每天光周瘦 现在最便宜的一千的话都五六十 七八十 再加上吃饭的话 每天在外面最低的开销的话都是一百块钱 一百块钱都算很节约的 你还不敢到处乱跑 如果刷上车费的话 估计的话开销就更大 现在这个自没起 视频的收益太低了 现在这个旅行自没起 我感觉没办法做了 做不下去了 现在要做自没起的话 我感觉就只能在家里面待着 在家里面拍拍这个三龙视频 在家里面然后记得我一下生活 在家里面住 基本上也不用掏这个周术费 在家里面吃饭的话 然后自己做饭 这样的话就没什么成本 在家里这个视频收益 有多少就算多少 没有的话也就无所谓了 现在在外面跑的话 这个拍视频现在 挣的这个流涨钱 现在都不足以自冲 在外面这个费用 所以我打算回许在家里 休息一段时间 在外面找老婆的话 也很难找 找老婆的话 现在非常难 找不到 即使你找到了以后 也很难成功 一百个人找老婆 看能不能成功十个人 我感觉十个人可能都不到 大部分人都是找不到的 就算你在云南这边 找到了以后 但是后续的这个 经济开支很大 你在云南的话 你没有生意 没有体面的工作 在云南什么都没有的 就算你找到的话 你也很难成功 你得有这个足够的这个收入 然后去支撑这个 支撑这个结婚的费用 这个 在云南现在 找老婆结婚太难了 我感觉真的很难 这个事情的话 只能顺其自然了 如果在旅行的过程中 遇到合适的话 就结 遇不到合适的话 就算了 不能强迫自己 不能说是 专门去找老婆 专门去找老婆的话 人也很累 心也很累 也很难找到 我就觉得 找老婆这个事情的话 就是身体自然 碰了缘分 开运气 所以我就是 准备回家去休息一段时间 到时候 再做打算 也有可能 继续接着出来 到云南 继续找老婆 也有可能 再先找工作 然后干一段时间 目前就这样打算 但是 具体的话 还要走一步看一步 还要看情况 就这样的 好 今天的视频的话 就给大家拍到这里 就给大家聊到这里 谢谢